谢谢 白米姐 为什么她明明穿的是正装 可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因为她年轻啊 她怎么穿着都不像个老总 大家好 我是姜达琳 感谢达琳传播董事会对我的信任 从今天起我接任公司总裁 你居然要当总裁 站在这里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 最近一段时间 网络上有很多对达琳传播负面的报道 甚至是极不负责任的谣言 老大 我已经把田路送走了 我们的态度是诚实面对质疑 绝不回避问题 但是对那些别有用心的造谣者 我们在表示非常愤怒的同时 做好了用法律来捍卫自身权利的准备 不过你对她也真够大方的 一出手就是五十万 那五十万是她应得的 协议签字了吗 目前达琳传播运营正常 你自己看 很好 但我肩膀上的担子很重 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 我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三年以内她不会回国 也不会发布关于耿月的任何消息 这就是付给她五十万的代价 三年以内 虽然是个菜鸟 但也算如不可教啊 看什么呢 一个小傻瓜的就职演讲 秦总 请问令尊姜远鹏去哪里吗 对不起 这个问题和今天的发布会无关 怎么会无关呢 要不是因为令尊突然离开 你怎么会突然接任 爹儿的总裁 你知道江远鹏去哪儿了吗 我不知道 你是不知道 还是不想说呢 我真不知道 那你作为江远鹏的女儿 对鹏坤基金出现的问题 有什么看法 无可奉告 请问江总 鹏坤基金出现的问题 对DL的影响有多大 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 你们有没有想过 用DL的利润 来弥补鹏坤基金的亏空 今天是你上任的第一天 DL传播公司 就被人用油漆给泼了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我刚刚回国 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 您的意思是说 您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接任DL传播总裁的吗 您指的是对鹏坤基金 一无所知呢 还是对DL传播的情况 一无所知 还是说您对公关 这个专业领域一无所知呢 请您回答一下 被人用油漆破了门 却不选择报警 这是出于什么道理呀 是不是因为你们知道 破油漆的人 就是鹏坤基金的受害人 所以你们不敢报警 那些因为鹏坤基金而受到 严重损失的投资人 你有想过如何 去补偿他们吗 请问有什么具体的 补偿计划吗 听说现在有好几家公司 都暂停了与你们的合作 请问你们对此 有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 因为鹏坤基金而受到 损害的人 你知道他们现在 过得有多艰苦吗 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 据我所知 您今年只有二十七岁吧 这个年纪当总裁 是不是还年轻了点 那么请问你是否有信心 带领DL传播继续向前呢 江总 你总该说几句吧 说几句吧 你总得回答 不能逃避问题 江总 请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这位记者朋友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来说一个女孩子的年龄 是不是有点没礼貌啊 你刚问二十七岁的我 有没有信心带领DL继续向前呢 我想问你 康熙八岁登基 甘罗十二岁拜相 获取病十七岁大败匈奴 圣女贞德带领士兵 解除二粮之危的时候 也只有十七岁 扎克伯格创办社交平台的时候 只有二十岁 你怎么不去问问他们呀 问问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哪里来的信心 或者说你问问你自己 为什么都四十多岁了 还这么没有信心呢 你说谁四十几岁了 我刚刚才三十五 我看着像不好意思啊 你 你说 还有这边 假如你在南京路 有一个肉包子店 在怀里有一个菜包子店 现在菜包子店出了问题 而肉包子店经营良好 那你该怎么做呢 你是不是应该 竭尽全力地保住肉包子店 不被菜包子店所牵连呢 还有你 现代公司全都是有限责任 大股东怎么有权拿肉包子的钱 填补菜包子的亏空呢 你笑什么 我喜欢吃肉包子 各位记者 你们问问题 能不能专业一点 有点骑马地常识 公司被剖了油漆 你们问我为什么不报警 我想问你们 如果你们被狗咬了 是不是要反咬狗一口呢 又怎么了 狗敢咬我 我就咬狗 神经 彭坤基金的问题悬而未决 大量的投资商面临血本无归的情况 这一切都跟令尊江远鹏先生脱不了关系 请你不要胡乱攀扯 顾左右而言他 是我胡乱攀扯顾左右而言他吗 好 我正面回答所有的问题 第一 彭坤基金是我父亲江远鹏和杜绍坤 联合发起的 但Dial和彭坤基金 没有任何资金上的往来 二者之间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不需要为彭坤基金的问题负责任 第二 我的父亲江远鹏只是暂时有事 不能精自除灭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出了问题 第三 对类似颇油漆这样的恶劣行为 我们公司保留用法律追究的权利 发布会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各位请安静一下 各位嘉宾 各位亲爱的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Dial新任总裁的新闻发布会 江达玲经验不足 如果她在言辞或者情绪上 有不周到的地方 我替她给各位道个歉 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你是说我撤掉提思器吗 提思器是你安排撤的 是 我安排撤掉的 我是说刚才记者在围攻的时候 多少应该帮她出面缓解一下 这是一场考试 如果我们出面帮她 那就是作弊 我觉得刚才她前半段表现得还不错 至少全背下来了 但是后半段搞砸了呀 那背完了有什么用啊 现在记者全都被她得罪了 她倒是跑了 以后我们麻烦多了去了 李王记者就是欺负她年轻 所以才多多逼日 只不过没想到 被姜达林怎么犀利地给怼了回去 物极必反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一味地谦逊 避让 只会让大家觉得我们是心虚 像姜达林这样虽然无礼 但更能彰显出我们第二的态度 挺好的 我总算过了这第一关 行 喝一杯吧 喝什么喝呀 那帮媒体的记者很能喝的 一会儿有的你应酬 非常害 我